趕快要爆了 要爆了 各位要爆了 我是古阿默 今天要來做一個燈泡汽油的實驗 在家園防線這部電影中 男主角潛入了壞人的倉庫 然後他找到一張工作桌 桌上有一個台燈 台燈裡有燈泡 他拿下來裝了一個洞 灌入汽油 再把燈泡裝回去 接著男主角就躲了起來 等那個壞人回來之後 因為倉庫很暗 主觀的直覺的就去開了這個燈 結果一開燈 這顆燈泡就燃燒起來 變成一顆燃燒蛋掉下來 點燃了 男主角早就事先 灑在工作桌上面的汽油 造成熊熊大火把倉庫燒了 所以問題就來了 汽油加燈泡通電之後 真的可以點燃嗎 我們現在就來實測看看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場地呢 一樣是跟陸宇松牧場老闆 借的優雅三勁 如何 在他這棵盛開的櫻花樹面前 配上山中的大物 和我這個美男子 是不是就有一種 森林妖精出沒的感覺 應該有吧 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來做實驗吧 好 首先我們的第一步 當然就是磚孔了 小電鑽 這感覺一戳整個就碎掉了 我先試磚一個看看 我以為一戳就破耶 他電影裡面也是裝在燈泡 靠近這個頭的地方 磚不破耶 我這支跟電影裡的小電鑽差不多啊 電影裡面鑽超快的耶 好像有感覺囉 有一點刮痕 這還蠻厚的耶 這樣鑽就覺得燈泡怎麼那麼堅固啊 平常不是一摔就破嗎 要進去了你們有看到嗎 破了 粉棒一個小洞 先裝上去試一下 如果技術好一點的話 我猜應該穿個一分鐘跑不掉 所以電影裡也不太算是唬爛的 我把原本掛上去的換一顆下來 那我跟你講我們這個是聲控啟動的 假告開電 哇 為什麼在冒煙 什麼情況 滅了 大家應該知道吧 就是燈泡裡面的惰性氣體流光之後 它的烏絲很快就會燒掉了 應該是這樣啦 反正剛剛你可以看到嘛 它還是有亮一下 不管 所以我們就 然後再鑽一顆 直接從這個小洞注入汽油 就接上去通電 看看會有什麼效果 來鑽吧 哎唷 會滑耶 它轉到我的手套了 還好我有戴手套 看一下 也沒怎樣 可是我不用力又戳不進去 好 雖然剛剛撞了一下 但烏絲看起來也沒斷 倒入汽油 哎唷 噴出來了 拿出我們的小針針 你們這些男孩子都有的小針針 吸出汽油 它電影裡面 大概注入的汽油 不會超過這個烏絲 所以應該一管就夠了 一管不夠我再打一管 我吸好少 我不是一個會吸的男人 先試一下 注入一點 看得出來嗎 我的針頭 在燈泡裡面小便了 當主角也不容易啊 又要會做手工 又要了解一點科學原理 不然還要被罵 很累的 哇 壞掉了 不好意思 幫我換一隻 只能說電影裡面這些男主角 每次做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他可能實際上在家裡也練過一千次 如果你是第一次上場 就要使用這些招式的人 你這個執行的速度應該跟我半斤八兩 可是他電影裡面沒有碰到烏絲 要怎麼通電燃燒啊 溫度啊 是這樣嗎 科學大師家告 反正我們就學電影囉 電影沒有碰到烏絲 我們就沒有碰到烏絲 要靠北我們的話 你可以先靠北導演 來 上場 還原度還不錯吧 各位 我們的還原度越來越高了 接著 我們要模擬在這個工作台上面 灑上一些汽油的這種效果 我有接一個鐵盤啦 避免他灑到地上 一絲一絲灑一些 我遠距離通電 透過小電瓶來發電 那我現在要啟動囉 3 2 1 牠在冒煙了 牠有微光 牠熄火了 燃燒咧 掉下來咧 沒有 很空虛 我們來研究一下 幫牠做一點小改良 但牠很黑 比剛剛那一顆黑耶 剛剛可能還是有一點小燃燒效果 是不是 我們再鑽一顆 然後把汽油灌滿 如果可以碰到無濕 會不會通電 就可以產生燃燒效果呢 又要去鑽燈泡了 啊我掌握到訣竅了 牠看起來是用戳的對不對 不是 實際上你要用壓的 果然是熟能生巧 你看我進去了 殺小 我剛剛說的那番理論 你就當我講屁話吧 好像 好像不是那個原因 這個 洞磚的有點大 但是我想說這樣也方便 你知道嗎 我直接用倒的 就不用針頭了 你老實咧 弄到我的手了 這樣應該沒問題了 我們上吧 3 2 1 很苦鬧耶 說好的燃燒蛋咧 我這次鑽在它上面投的地方比較好鑽 然後我們想了一下想說會不會是汽油通電不太好燒 好我們試試看瓦斯 瓦斯真的很臭 你這樣遮住我就拍不到 可是好冰喔 忍一下 屁啦 有請 有請科學狂人家告解答 他剛剛為什麼像小便一樣噴出來 很細化 不行耶 太冰了 再給我一個手套好不好 你手套可以還我嗎 你戴手套拍攝 到底在X小啊 你戴手套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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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可以了 我們來試試看吧 來囉 3 2 1 猶火猶火 冒煙了 冒煙了 好 讓我一下喔 讓我一下 過窄了 過窄了 我把燈泡拿 旁邊的燈泡拿掉 可是這樣不知道 待會兒再裝有沒有用耶 來 試一個 3 2 1 欸 不行耶 為什麼 它應該是安全斷電耶 會不會 好 OK 各位 我們剛剛重新又穿了一顆燈泡 灌入了足夠的瓦斯 然後我們又從後面拉了 110伏特的家用電 看看能不能啟動 下面有請 物理系的同學回答 為什麼我們剛剛 你可以看到電瓶原本 是可以啟動燈泡的 但是灌了瓦斯之後 電瓶就不夠啟動了耶 只好換大的電來試試 上 冰櫃神速 3 2 1 看不太出來 一邊爆煙 奇怪上一顆就很明顯的有火光耶 現在也有了 你看 現在也有了 哦 有了有了 出來了出來了 搞不好要爆了 要爆了 各位要爆了 沒有 燒掉了 他不會這樣好性感 謝謝你哦 但是我現在 我的內心心如死灰 怎麼辦呢 我們要再怎麼改良呢 我先補點油 我在想說 他這個原理是 到底是先點燃火 然後火燈泡掉下來造成燃燒 還是其實是用電直接去燃燒的呢 所以我打算先試試看 通電的燈泡砸下去就起火了 會不會 試一下 燈泡應該一砸就破了吧 我這樣砸下去就可以起火嗎 你要砸破 一定會砸破的啊 還不一定 我們還模擬過 你們是蜜羊炮 我來 你來 你們是蜜羊炮 我來 對不起 不好意思發生了一點誤會 他勾到我了 我不是蜜羊炮 來了 3 2 1 破了啦沒有火啊 為什麼 還是我用燈泡頭直接下去 我剛剛一接電上去他就站了一聲 嗨 不好意思喔有點突然 但我滅火滅得還算即時吧 所以沒有造成什麼大礙 大家不用擔心 那我想我們耍了一個下午的智障 现在可以来做个简单的结论了 首先就是 如果你是学电影里面男主角这样 在灯泡上面装一个洞灌入汽油 那你通电之后 你除了得到一颗烧掉的灯泡之外 你其他什么也得不到 还会得到一点空虚啦 它并不会变什么灯泡蛋燃烧掉下来 点燃下面的油 不会 那如果呢 电影中的这个男主角 他下次还有同样的状况 我建议他 也不用浪费时间玩灯泡了 你一直钻灯泡 钻得手很酸 还可能会钻破灯泡 你会玩很多灯泡 你会浪费很多钱 浪费很多时间 你直接呢 把灯泡打破 用头 上面那个通电的地方 放在油上面 然后你就可以跑了 坏人回来 乌七妈黑 他想要灯 他一样会去开开关 灯一样会启动 一样会通电 他一样会把油烧起来 你一样可以得到熊熊大火 好吗 知道吗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实验内容 啊 我们刚刚也有测试过 灌瓦斯 也没什么屌用啊 所以我们到底在干嘛 反正以上就是今天的实验 希望这个实验对大家有帮助 那如果你想看我们做更多电影实验内容的话 你可以在我们影片下面留言 给我们意见参考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我们来教男主角怎么样快速的起火 坏人回家了 这个时候坏人觉得好暗哦 他就启动了电灯开关 直接接上去 我还没通电不用担心 直接放在油上 看好啰 诶 啊 还是刚刚其实是因为砸下去的时候 有摩擦到 摩擦摩擦到起火 那我在想说 会不会灯泡也是多余的呢 我们直接拿接灯泡的电线 然后把它放在油上面通电 会不会更快更直接 好 有了 是不是 我们到底在干嘛 刚刚那一段可能要剪掉啦 因为有点滞胀 我平常人设是高冷气美男精灵 你看现在起雾了 我更有一种精灵感 我们刚刚在那里不知所云 看起来有点像滞胀 人设不符 不要剪 你帮我拿一下 我去上个厕所 三小时之后会回来